追完了Nick Fiss上的黑白大厨,看到了许多韩国厨师精湛的厨艺 而最后的冠军赛,我看到了颠覆创新和传统美味的对决 也让我想起了今年春天,在巴黎Amy Sick餐厅的经验 今天这集影片,带大家看看我们那天到底吃了什么 会让我在看黑白大厨时,不时的想到这间餐厅 2023年8月开幕的Amy Sickle,是法国餐饮集团Eklok旗下的餐厅之一 Eklok集团致力于巴黎的精致美食,旗下八间餐厅都在米其林指南上 其中包含了一间二星餐厅和四间一星餐厅 照惯例,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文解字一下 法文Amy Sickle,其中的字跟Sigle是周期的意思 这个单字源自于拉丁文的Siglus 而拉丁文又源自于希腊文的Kiklus,是圆和圈的意思 而Amy Sickle的字首Amy是一半的意思 所以Amy加上Sigle就是半个圆形 那半个圆形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建筑的词汇,指半圆形的阶梯式空间 这种半圆形阶梯式的建筑,最早用在古希腊的剧场 后来被法国运用在国民议会 因为法国大革命时的国民议会每天都是吵吵闹闹的 所以希望用圆形让议会中的参与人士 能看到彼此说话并互相聆听 这个想法很好,后来也被许多国家采用 不过倒也不是因为如此,法国的国民议会就不吵闹了 听完了以上的解说 大家都知道今天要试吃的餐厅Amy Sigle的意思 因为这间餐厅就在巴黎左岸的法国国民议会附近 有趣的是,餐厅的官网上写着 在Amy Sigle没有争论,只邀请您发现和享受美食 那是不是真的没有争论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Amy Sigle的餐厅装潢典雅 二楼还有一个VIP品酒用餐和吧台区 入座后,试者送上菜单 今天的选择有四道、六道和八套的套餐 或是中午的简易套餐 这里试者收走了菜单后,上来了一节树干 上面是撒了香豆蔻粉的胡萝卜叶 让我们先用叶子来清清口 接着主厨用三个不同主题风味的开胃小点 展开今天的序曲 第一个主题是清爽 用熊葱乳化的泡沫下 有贝沙麦的白酱和芹菜丁 用酥炸的无肤脂脆皮盛装着 第二个主题是酸味 在白鸟阁上,有着用海带、酸膜 和芹菜丁醋做成的酱汁 非常不错 第三个主题是海洋 放在朝鲜鸡叶子上的汤匙里 有一颗意大利马铃薯面疙瘩 上面有加了一点八角和柠檬的 八角在这里运用的相当精准 调味很好 我的问题来了 什么是黑口大? 黑口大是一种意大利的乳清乳酪 古希腊时期就在意大利半岛出现 曾经有好几个世纪是牧养人的主食 不过黑口大没有收到原产地名称保护 所以有些国家也有自己生产的黑口大 但是配方和意大利的不太一样 黑口大可以直接食用 甜的或咸的 常常出现的意大利菜肴中 它的脂肪和卡路里含量较低 减肥和减脂的人也可以食用 这里开胃小点一下子就出现了意大利的元素 原因很简单 因为Amy Sick的主厨是原籍意大利的 Flavio Luccarini 接着上来的是Chef的招牌菜 上面装饰有万寿菊的甜菜跟饺子 一边是热的乳清酱汁 另一边是洛神花冰沙 饺子里有甜菜根、黑蒜和樱桃 切开后虽然藕密码 但是搭配酱汁和冰沙 又冷又热的对比非常有趣 就像我去吃饭那天的巴黎天气 接着是香甜的牛肉Cecina的羊肚菌 和隐藏在香草乳化泡沫下 用萨丁尼亚棉羊奶做成的Fegola炖饭 还有棉羊乳酪酥 忘记什么是Cecina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那这里我们来说说什么是Fegola Fegola是源自于意大利萨丁尼亚岛的面食 传统的制作方式是将杜兰小麦的面粉 撒在一个大型的平底淘气中 加入水之后再用手指头拨动均匀成团 最后成为2到6公里之间的大小 再放入烤箱烤干水分 在台湾常常被称为珍珠面或是圆形米 这里主厨用Fegola代替了米来做炖饭 搭配香甜的Cecina的羊肚菌 就连我这个平常不喜欢羊肉肉的人都觉得好吃 接下来上的主菜是黄稻蟹佐鸡汤底 和黄稻蟹熬煮的类撒搬用酱汁 旁边还有炭烤笔馆面 里面镶嵌着乌梅洋葱泥 螃蟹的干美 和那一点笔馆面的酥脆和酸味 让这道菜在口感上变得有趣 肉口层次丰富 非常好吃 今天我们的座位在开放式厨房的旁边 所以我用餐时可以看到厨房一角 有位负责炭烤的厨师 他非常认真的在烤肉 翻面顾火喉 原来是为了这道 用备长炭烤出来的鸭肉 剩菜后是备长炭烤鸭肉 搭配萝却 香杏桃干和薰衣草冻 最后淋上了薰衣草调味的肉汁 我们铺骨即带的开吃 入口鸭肉皮脆肉嫩 火火完美 搭配着薰衣草酱汁 和杏桃干提味 真是好吃 让我忍不住又看向那位厨房里 负责烧烤的厨师 吃完了主菜 接下来上了亲口甜点 这是用芝麻叶做的冰沙 冰沙的下面 有腌渍绿草莓和芒果细丁 最后再淋上西洋菜 和开心果做的酱汁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生菜沙拉 才会出现的食材 在这里巧妙地变成了一道甜点 芝麻叶做成冰沙带有点苦味 腌渍绿草莓和芒果的酸甜 有点像台湾的情人果 清爽解腻非常的好吃 甜点主厨在这里用一道亲口甜点 让我们非常惊艳 也期待接下来会上的甜点 那这里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是细丁Prinose 今天我想到跟大家说Prinose 是因为在黑白大厨里面 当三星在做一道菜的时候 他非常担心安城仔主厨 会来检查他切的这个细丁的大小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发餐里面的细丁 是有分大小尺寸 而且有不同的名字的 像Prinose就是要切到每边两米里的 最小的一个细丁 那另外在发餐的刀工上 还有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尺寸 规定是相当的严格 现在我们再回到餐厅的桌上 接下来甜点果然也是让我们意想不到 上桌时 试着说这是黑醋利胡椒漂浮岛 搭配着凤梨冰沙 和安城仔主厨不喜欢的季节性花朵脆饼 最后淋上酸膜辣美乃滋酱 等等 我到底听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 法式传统的漂浮岛 是烤蛋白漂浮在英式奶蛋酱上 但我眼前的漂浮岛 看来完全不是那个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漂浮岛啊 尤其是最后淋上的酸膜辣美乃滋酱 真是太特别也太有趣了 完全颠覆我们对这道传统甜点漂浮岛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 它入口非常清爽又带有层次感 我和一同吃饭的朋友 对这道极有创意的甜点赞不绝口 不过我的问题又来了 什么是黑醋利胡椒 黑醋利胡椒 是法国伯根地地区研发出来的香料 一般胡椒或花椒是用植物的果实 黑醋利胡椒则是用黑醋利的芽来做成的 黑醋利胡椒问世没多久 就曾经在2012年巴黎的国际农产品展会上 获得了创新大奖 因为黑醋利胡椒对人体健康有益 可以对抗身体发炎和风湿关节炎等 并且能帮助消化 到目前为止 Amy Seek的甜点主厨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艳 在亲口甜点里尝到苦味 在这道甜点里尝到辣味 那接下来呢 甜点主厨在桌边像变魔术一样的准备着 这是我们也很熟悉的焦糖奶蛋布丁 不过入口完全不是我们认识的布丁 因为上面的褐色看起来像焦糖的部分 是用味噌提炼的 所以入口带有一点咸味 而奶蛋布丁的部分 则是用南美洲的做法 用较酸的优格做的 最后再刨上优格冰的碎片 再一次颠覆我们的味觉记忆 是一道又咸又酸的甜点 非常有趣 而刚刚主厨在桌边准备的 试试到下面是印度米香冰淇淋 上面是用液态碳让外面变酥脆 而其实是加了白胡椒肉豆蔻 肉桂 东家豆等香料的碎 入口充满了细致而多变的香气 再次让我们惊叹不已 这样颠覆传统的甜点 许多人可能无法接受或难以理解 但对我来说 这样的味觉体验就像是欧洲古时候的真奇物一样 什么是真奇物 Gabinet de QUC Day 中文翻译为真奇物 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 欧洲收藏家因为对世界的好奇心 进而收藏了各种矿石 标本或新奇的事物 是现代博物馆的前身 所以我觉得这些甜点 在味觉上带来的酸甜苦辣咸香 就像古时候的人参观真奇物一样 推翻我们的味蕾经验 跟我一样好奇 又喜欢探险的朋友们 应该也会喜欢 在我看黑白大厨师 每逢出现颠覆的创意时 我就想到Amy Seek的甜点 就像最后爱德华主厨 她将传统的韩国辣炒年糕 做成一道甜点一样 而事实证明 这世界上和我一样好奇的人不少 或是说和我一样吃腻的传统甜点的人不少 所以Amy Seek的甜点主厨 Oho Hastohahi一战成名 最近开始在Amy Seek二楼的 八台区经营限量的甜点晚餐 这让我非常好奇 而且已经火速定位 并且再次造访了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有兴趣知道甜点晚餐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留言告知 最后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